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里说呢 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讯悔 不可离去你母亲的法则 而这法则的言文是叫做指教 指教 美国有一位总统 释放黑鲁的总统叫做 Abraham Lincoln 就是林肯总统 他讲了一句话非常非常 投影一下 他说什么呢 他说 No man is poor who has a godly mother 这是说呢 他的意思说呢 世上的人只要有敬畏上帝的母亲 他永远不会贫穷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短词 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他说 No man is poor 没有一个人是贫穷的 只要他有敬畏神的母亲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的人生当中 有两个女人 影响我的生命非常的大 第一 是我的妻子 第二 就是我的母亲 世纪没有分前后 OK 母亲们 你们知道吗 你做母亲的职责 不只是把孩子抚养长大而已 或者像广东人说的 公须高 这是提供最好的教育给他 或者提供最好的环境给他 或者提供最好的住宿给他 那 这些都不是不好的 非常好 你能够做到是很好 但是这些还不能够非常的完全 还不能够非常的完整 这些只能够造就 他的在世上的生命而已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仍有灵魂体 我们有将来的生命 我们有灵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更加除了 帮助我们孩子在物质上的得着之外 我们不要忘记 他们还有灵性 所以我很认同 亚伯拉罕林肯他说什么 他说如果没有敬畏上帝的母亲 一个人是贫穷 他所谓贫穷 不是他的口袋没有钱 乃是他贫穷是因为 他的人格没有被塑造起来 他整个人的品行没有被塑造起来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 我的主题就是 The power of a godly mother 那就是因为敬畏神母亲的力量或者能力 敬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母亲 你会发现 你会给你的儿女们带来极大的影响 就如圣经里面提到许多圣经的伟人 我们可以把它提名 比方说摩西 他有敬畏神的母亲 比方说 沙姆尔 沙姆尔有敬畏神的母亲 更不用讲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提摩泰 他因为有敬畏神的婆婆 有敬畏神的妈妈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们的一生受水的影响呢 乃是受他们身边的母亲影响 神借着摩西成为当时候最有影响力 最有影响他种族的英勇的伟人 到底谁影响他 神兴起沙姆尔成为当时改变历史的伟人 是谁影响他 他的母亲 哈娜 亲爱的母亲们 你手中握着影响你孩子的能力 你知道吗 请你看看下你的手 母亲们看下你的手 你的手是充满着能力的 阿们 你的手是充满着能力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这些伟人的母亲 她们不是因为有伟人的母亲 她们乃是 她们不是因为有伟大的母亲 她们乃是有一个平凡的母亲 但是这些平凡的母亲当中 我们看到这些无论是摩西 耶稣亚 提摩太等等 我们看到这些母亲当中 有一个很特别 而且共同的特质 这些共同的特质 她们有共同的特质 就是她们拥有一位敬畏上帝的母亲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要看到 要帮助大家看到 为什么敬畏死的母亲 有超然的能力 第一 我们看 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三到六节的 第五节 第五节说什么呢 保罗说 当我想到你 这个你是指提摩太 他说提摩太 当我想到你 就想到你的信心 your faith 想到你的信仰 而当我想到你的信仰的时候 我不能够 不想到你的祖母 我不能够不想到你的母亲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圣经中对提摩太的母亲跟外婆 虽然叙述不多 叙述不多 讲的不多 只是那简单的一两句 甚至还是因为 为了夸奖提摩太 才提出这两位的女人 那亲爱弟兄姐妹 今天的社会 我们常常讲女权 对吗 女权 女人的权利 但是你要回到 坐时光导车回到2000年的时候 你要看到以前尤其是在犹太的社会 2000年犹太的社会 对一个女人来说 她们是没有地位 她们是没有地位的 而且这些犹太人是非常传统 即使在圣殿中 在所谓今天的教堂 圣殿中 女人的地位 还是有差别的 怎么样差别呢 只有男人 可以进到圣殿的深处 非常的里面 换句话说 只有男人可以祷告 只有男人可以读圣经 女人没有机会祷告 没有机会读圣经 那 所以 女人要 被排除 在稍微靠近外帮人能够到的地方 她们有个地方叫女宴 这是 女宴 就是说 在圣殿 外帮人是不可以来的 外帮人是在外面 那女人是在外帮人的隔壁而已 那所以你看到 犹太人 他们不看重女人 他们不看重女人 女人在犹太人当中是没有地位 换句话说 当一个女人 希望在神的坏 有所学习的时候 她唯一 the only one 她唯一的途径是什么呢 就是透过她的丈夫 如果她丈夫没有跟她讲圣经 她根本没有机会去了解圣经 第二个方式是透过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长大之后 她可能问一下儿子 儿子一告诉她 她就明白 儿子不告诉她 她也不明白 那所以女人没有太大的机会 在属灵的世上有什么突破 而我们看到提摩太的母亲 尤尼基却拥有 保罗形容她什么 圣经形容和尔本说 无伪的信心 还有一本版本把它翻译成为 纯正的信心 英文的版本有些把它翻译成 true faith 也有些把它翻译成 sincere faith 她的意思说 提摩太的母亲 虽然在很恶劣 没有机会 研读神的话语的环境下 她的信心 还是那样的纯正 甚至这个纯正的信心 不只是从她的母亲 是从她的祖母 传给她的母亲 再传给提摩太 所以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 提摩太的母亲 懂得怎么样 把她知道的信心 完完全全的教导她的孩子 更重要的 圣经告诉我们 在十字寻乡 十六章一到三节 提摩太的父亲不是犹太人 提摩太的父亲是什么人呢 是希腊人 你可以想象在两千年 如果是犹太人的女人 嫁给外邦人的话 她原本都已经被轻看了 又再嫁给外邦人的话 哇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父母结合 不知道会带来怎么样的婚姻 所谓怎么样的婚姻 就是在社会没有人可以认同的 犹太人看外邦人是不洁净的 是误会的 所以希腊人 看希腊人 这是犹太人看希腊人来讲 把她认为他们是野蛮人 所谓没有开化的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里面 你想怎么样可以塑造出一个 敬畏时的提摩太 如果没有坚忍的心心 没有经过熬炼的心心 提摩太是绝对不会成为一个爱死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两位女人 她们的灵性真的是很坚忍 可以给孩子带来极大极大的影响 并且影响他们孩子的以后 成为他们以后生命的根基 所以亲爱的母亲们 虽然你们是平凡的母亲 但是只要你对死的心心 你的一举一动 你的无为的心心 你那存在的心心 是可以影响你的孩子 所以我说你的手中 是窝座有权柄的 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 无论人怎么样对你 无论人怎么样看你 只要你愿意敬畏神 但我回想起 我今天能够成为牧师 真的是因为 我有一位敬畏上帝的母亲 我从她的生命当中看到 从她的生命当中 学习到对神的价值观 无论人怎么样对他 计较他 或者是欺负他都好 他都不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回报人 他都不会说因为你做出一 我做十五回报你 他没有 我常常在我心目当中 我所学习到他的 他是用上帝的爱 来包容人 从他的生命当中的 包容的忍耐 接纳 为了神 他常常告诉我 我说孩子们 因着神 我们做 因着神 我们包容 因着神 我们接纳 所以每当 我的生命面对 无法接纳的事情的时候 每当我的生命面对 一些事情 使我无法包容的时候 我常常都会想到 我的母亲告诉我 我们要用无条件的包容 无条件的忍耐 去宽容那些得罪的人 所以今天 我要非常感谢 我的母亲 因着她的灵性 她对上帝的依靠 她对上帝的信心 我们身为孩子的 看在眼里 存在心里 因着我的母亲没有放弃上帝的信心 她曾经 在四十几年前 因着家庭的事情 曾经很想自杀 但是她告诉我 她告诉我们说 最后她没有自杀 她因为她看到孩子 对她的需要 所以她放弃这自杀的念头 后来她信了耶稣基督 从今以后 她不再放弃她的生命 所以她给我立了一个信靠神 不放弃神的版样 所以今天我母亲 仍然 虽然没有遗留任何千百万亿的产业给我 但是她的成功是因为她把上帝的爱 她对上帝的信心传承给我 inherited to me 她把她对上帝的爱 上帝的信心遗留给我 她没有把钱给我 但是她把她一生当中最好的东西 留给我 阿们 第二 身为母亲的 我们能够在祷告上成就了 敬畏神的下一代 圣经有谈到另外一个伟人 就是撒姆尔 你知不知道撒姆尔 他后来成为那个时代 最有影响力的代导者 怎么样有影响力呢 我们看看下 四篇九十九篇的第六节 请你放开你的圣经 3.99.6 四篇九十九篇第六节 上帝在经文当中提到这个人 他说在他的祭司当中 有摩西有亚伦 上帝承认摩西亚伦就是祭司 而上帝说在求告他名的人中 有谁 有 撒姆尔 他们求告耶和华 他就孕于他们 当上帝说我要找到代导的人的时候 上帝一定会提到 撒姆尔 我们也在看另外一段经文 在耶利米书十五章第一节 耶利米 耶利米 十五章第一节 他说 他说 虽有摩西和沙姆尔 站在我面前代求 虽有摩西和沙姆尔 站在我面前代求 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 那我们看到圣经一讲到祷告的时候 一定会提到沙姆尔 换句话说 沙姆尔的 沙姆尔的 就是祷告 他这个 沙姆尔为什么出名祷告呢 从哪里来呢 就是从他小的时候 从他的母亲影响来 如果你读到哈拿的时候 哈拿是一个最会哭的女人 在圣经里面 他为什么会哭呢 他的哭不是他伤心 他的哭乃是围着他的家庭 围着他在上帝的地位来哭 所以沙姆尔还小的时候 哈拿做了一个影响 沙姆尔很重要的决定 就是在沙姆尔一生下来之后 年幼的时候 把沙姆尔送到基斯以利那边 然后呢在圣殿事奉神 所以沙姆尔的一生的前途 是神借着他母亲来做决定的 哈拿这个影响呢 影响到沙姆尔以后在事奉的态度 以后对神那坚忍不移的信心 那沙姆尔以后成为 会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是跟他的母亲对祷告的执着很大的影响 哈拿当有问题的时候 他就祷告 他有问题的时候 他就到神的圣殿 他有问题的时候 他就到基斯那边去 换句话说 他有问题的时候 他的孩子看得到 他的母亲没有求别的帮助 只求神的帮助 换句话他孩子看得到说 他一有问题的时候 上帝就是他随时的帮助 孩子们有血量的眼镜 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们看得到 所以让我们看看下 哈拿如何影响沙姆尔 第一 从哈拿不能够生意的当中 哈拿学习的祷告之后 那当时来说 对一个犹太人 包括今天 包括今天还有 如果一个女人 不能够生的话 你会常常觉得 好像你比别人第一级 没有不可以生 我没有孩子 不可以生孩子 对当时犹太人来讲 是一个实在很羞辱的事情 非常羞辱的事情 但生意是否 是由他做主呢 他哪要生不能够生 难道 是他的事情吗 不是由他做主的 也不是他本身的错误或者错事 他不能够生意 给他带来很多的烦恼 但是 圣经告诉我们 他不会停留在那边 他不会应作有困难 他停留在那边 亲爱弟兄姐妹 从哈拿尔寺面 我们看到 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 当你为了教养孩子 面对困难的时候 当你的孩子给你很烦恼的时候 当他小baby的时候 很可爱 很可爱 他长大的时候 真的是有时候 弄到你气的半命 那你怎么办呢 圣经告诉我们 哈拿 他懂得在最困难的时候 把他的问题 带到神的面前 用恳求的祷告 求神怜悯 他借着祷告 冲破了 在人看来无法冲破的难关 他还是不能够生意 但是他祷告 祷告 祷告之后 上帝给他这信息 生过了别人 心看他的那个困难 生过了他生命当中 不能够冲破的困难 结果怎么样 他生过的 他这生过 不是他自己能够控制的困难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面对过 在你的人生当中 有些困难 不是你的手可以掌握的 有没有 肯定有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哈拿借用祷告 冲破了他生命当中的难关 结果一个好消息发生 终于at last 终于他得到神所赐的儿子 是因为哈拿是一个很会祷告 摇动上帝手的人 所以从这样的情况里面 我们看到说母亲的祷告 是有能力的 撒母儿怎么样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我相信 自从撒母儿出世 直到她长大为止 她都看到她母亲面对困难的时候 第一时间 第一样东西她做的就是 跪下来祷告 英国有一个很爱祖的姐妹叫苏莎娜 她每次有问题的时候 她都跪下祷告 她一跪下祷告的时候 她不可以给她孩子吵 这个苏莎娜呢 这个苏莎娜呢 因着她祷告了 英国当中很出名的布道教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当你对上帝的执着 当你对上帝的敬畏的时候 你能够带来极大的影响力 所以祷告并不在乎你用什么办法 什么方式 什么话 最重要的是 神听不听你的祷告 你说了一大堆的话 如果没有人理睬你 也是没有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哪 为什么祷告可以动摇神的手 我相信 他的祷告是非常真诚 好像当时 刚才我们提到 提摩太的母亲 跟他的祖母 他们是一个 纯正的星星 纯正的星星 第三 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神使用震撼当时犹太人历史的人物叫摩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 出埃及记第二章的第一节 出埃及记第二章的第一节说 有一个立位家的人妻了 一个立位女子为妻 那里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名叫做摩西了 见他俊美就长了他三个月 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 一个女人 嫁给一个男人 生了一个孩子 就是这样 然后 看到这个孩子很可爱 很cute很cute 然后就长了三个月 有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当你慢慢的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第一 当时的背景是法老王下命令说 要把每一个刚刚出世 法老王已经告诉每一个戒生婆 凡是你们戒生到任何犹太人的小男生 一定要把他们杀死 各杀 所以那时的以色列人 受到弊谱 所有的妇女 如果有生男孩子 他们都会很害怕 所有的男孩都 不会由他们留下来 更何况 圣经讲 摩西很会酷的 很会酷 所以你想像带个孩子 哭的时候 我们知道 当中有好几位 妈妈 刚刚 你孩子还不到一岁 哇 一哭起来的时候 几条街的人都可以听得到 你说怕不怕 当时的情况 摩西这样哭 法老王会听得到 当然听得到 所以 当时的时候 摩西的母亲叫 叶祭别 她不但 可以把摩西留下来 而且很奇妙的 在这种恶劣的情况底下 她还可以把两男一女 蒙死的保守 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 而且成为了这个 成为了什么呢 成为了一门三劫 怎么样讲一门三劫 她的大儿子叫亚伦 亚伦 亚伦是当时神兴起的第一任大祭司 摩西的 摩西的 姐姐 叫米利安 米利安 米利安是 当时神所兴起 的 你先知 今天你可以跳 templing 跟她非常有关系 可见一个属灵的母亲 她的影响力 在非常艰难的环境底下 她竟然可以栽培出 当时影响世代 最有影响力的 男跟你 三个孩子 那关键点在哪里 请你们注意一下 关键点就在这段经文 见她俊美就存了三个月 当时法老王下命令 要把干出事的 以色列的小孩 全部杀掉 因此呢 如果你有生小男孩的话 你就是非法的 如果 被法老的手下看得到 一定不但把你的孩子杀死 可以把你什么呢 抄架砍头 整个家一有男孩 然然你 父亲母亲婆婆 全部杀死 所以 当时摩西的母亲坚持 只把小孩留下来 把小孩藏起来 把小孩藏起来 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 她灵愿听从神 而不听从人 她灵愿冒作生命的危险 做一个讨神喜业的母亲 她不会因为环境的弊伯她 她不会因为其他的力量弊伯她 使她有借口说我不能够好好爱神 没有 摩西的母亲这一种的薪资影响了摩西将来的一生 除了神以外 她绝不会像任何世界的势力 潮流 凤属低头 只会向神低头 今天的社会当中很少有这样的母亲 今天在教会当中很需要这样的母亲 为了神她们绝不低头 她们绝不会影响让世界的势力潮流影响她的孩子 她们坚持到底要让她的孩子是敬畏神的 第二就是刚才的经文 除了长的三个月 圣经说见她俊美 那当时呢 摩西的母亲很清楚的领悟到 每一位她所生下的孩子 都是独特的 怎么样看到摩西独特 怎么样看到亚伦独特 怎么看到米利安是独特呢 从这句话里面 她说长了三个月 见她俊美 那英文的版本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她把这个俊美把它翻译成为 Special Baby Special Baby的意思是 Unique Baby 这是独特的小孩 然后呢 另外一个版本的Message 就是说 She saw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Moses About him 就是说呢 她把她的小孩生出来的时候 她看到她这个孩子是特别的 亲爱的母亲们 亲爱的父亲们 有没有看到你的孩子是独特的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 虽然可能你剩下的都是双生的 软生的 但是呢 她们的个性完全不一样 她们的手指印也完全不一样 她们走路的方式也 脸是一样而已 但是真正的看的话 其实是不一样 她们很有独特的 很有独特的 所以每一位母亲必须领悟到 摩西母亲业纪别所领悟到 在死的眼里 每一个孩子就是那样的special 在上帝的眼里 在母亲的眼里 每一个孩子都是 have something special 所以今天回去跟你孩子讲 You are special You are special 孩子们 你们是特别的 如果每一位父母知道那孩子是特别的 如果是特别的你的话 你会不会很特别的去照顾 对吗 你买新车你会常常洗 那孩子在上的眼中 在你眼中 如果是特别的话 你一定会很用心的去栽培他们 所以每个孩子在死的眼中是特别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父母如果你看见你的孩子是特别的话 你会很细心的去照顾她 你会很细心的去关心她 第四 在引导孩子配合上帝的心意上 摩西的母亲办到了 怎么办到呢 那我们知道摩西的母亲每一天都面对生命的危险 从她把孩子生出来的时候 每一天孩子要喝奶 每一天孩子一定会闹会哭 要大便要小便她也会哭 肚子饿她也会哭 所以你会想像如果她哭的时候 摩西的母亲会不会很紧张 尤其是百天不哭晚上哭 晚上啊 没有声音的时候就跟你哭 会不会是很吵 所以母亲很担心 所以摩西呢就一天一天的长大了 她越长大声音就怎么样呢 越大声 对吧 所以 很难把它收藏起来 所以 而且呢摩西的母亲会意料到 有一天 她一定会被抓 有一天她一定会被抓的 所以当是如此 她还是将摩西 收藏了几个月 三个月 所以这个圣经一再而再的提到 长了三个月 这句话很重要 为什么摩西的母亲把摩西长了三个月 为什么一定要三个月 你会发现后来三个月之后 她的母亲把摩西放在那个篮子 然后呢 把她放在河上 就让她的孩子漂流漂流 然后叫摩西的大姐 看着这个男子漂流去哪里 那如果你是母亲的话 你把孩子俊美的孩子生了三个月 然后要将你的孩子放在河流那边 给他溜走 你甘心吗 你舍得吗 你舍不舍得 舍吗 舍得吗 肯定你不舍得 肯定你不舍得 但是为什么摩西的母亲会这样做呢 因为她知道 什么时候应该是她放手把孩子交给神的时候 她知道什么时候是她的责任 转到上帝的手中的时候 所以她必须放手把孩子交给神 她没有想到 一当她愿意把她的孩子交给神的时候 她万万没有想到 她一交透给神的时候 不是就让孩子乱乱的飘走 她一交给神的时候 神马上接受 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当我们愿意放手的时候 神马上愿意的接受 有时候我们在管教孩子上 有些情况是你真的已经没有办法着手了 你应该是以祷告交给神了 很多时候不是上帝不要帮你 乃是因为你不肯让上帝来帮你 因为你一直要 担 你一直要抓住 有一次有个故事呢 就讲到一个老人家 他非常非常的辛苦 他就钢了 两代的菜篮很重 就在路上 走啊走啊 好辛苦啊 哎呦我已经去老爸了 好辛苦啊 没有好心人帮我啊 好辛苦啊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担着 后来呢就刚好有个年轻人 加一辆小楼梨经过 然后走走 越过他 后来越过他之后呢 就马上停下来 他想说哎呀 有个老人家 我的车子也空 不然叫他上来啦 就让他减轻他的重担 说UncleUncle 来来来来上我的车 我的车有位 你就不用把你东西放下就好了 那Uncle也很科技 哎呀年轻人 好乖啊不用客气啦 别客气我老人会好朋友 哦不是客气不客气 我的车有位上车就好 老人就这个年轻的欠他 七千八千之后 终于这个老人就上了他的楼里 在他的楼里的车厢后面 结果呢年轻的很开心的 觉得这一日一天里面做一件上司 他就加加加加的楼里 结果他就往他的往后镜一看 哎怎么这老Uncle呢 还当做那个两个轮子在那边 哎呦惊心扣啊 哎呦惊心扣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这个老Uncle 他可以把他轮子放下 那个年轻的就问他 Uncle我已经在了你 为什么轮子还淡呢 他说 哎呦 不用客气啦 我已经开了就会车啦 不用麻烦路啦 他意思说不用客气啦 我已经上了你的车 已经你帮助我很多了 不用走路了啦 这个篮子我自己担就好了 进来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哎呦上帝啊 不用客气啦 我知道你很忙啦 我祷告我会吵你啦 我不用祷告 哎呦上帝啊 我的孩子的事情我自己管就好 哎呦上帝我的生意哦 我礼拜天来教会就好了 我的生意你很麻烦啦 不用你管啦 我自己可以了啦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的一生当中 什么问题都可以全部交给神 不用觉得麻烦 上帝从来没有说很麻烦啊 你的祷告这么多 有吗 上帝有没有跟你讲 你祷告的时候很麻烦 你祷告这么多 没有嘛 所以不用客气 对神不用客气 有什么事情 带到他的面前 因为他是伟大的神 阿们 他是伟大的神 所以神的时间永远不会误事 也不会误死 所以摩西的母亲 她没有意料到 一当她顺服神的时候 把摩西放在这葡草香 抹上士气的时候 把孩子摩西放在河边的 这个河 让这个河水 让它漂流的时候 她也不知道 孩子要去哪里 也不知道几时有人出现 她从来发梦也没有想到 竟然下命令 要把她的孩子杀死的女儿 法老王的女儿 却在那边成为摩西的养母 她从来没有发现到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你看到一件事情吗 当你愿意放手的时候 就有奇迹发生 当你愿意放手 说主啊我的问题交给你的时候 上帝就接手了 说主啊当我愿意顺服你 所以今天无论你面对什么困难 如果你没有放手 神就无法接手 你愿意放手吗 神就接手 所以我们发现神的作为很奇妙 神的时间很准切 神知道怎么样保护他所要中用的人 神也必须 神也要人忠心的跟他合作 你想象摩西的母亲如果太早把孩子送出去 可能也医不到法老王的女儿 如果太子把摩西放出去的话 她可能就失去这个机会 所以她从来没有想到是什么 她只是想到一样东西 如果神要我做我就做 这个就是信心 她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 总而言之她心中觉得说上帝将带领她 她就这样做 所以我们看到呢 摩西能够在那个时代被兴起成为神所中用的人 完成她的旨意 乃是因为她的母亲完全顺服 神灵的带领 上帝对她的感动 然后呢 上帝说现在就把你孩子送出去 她很心痛 但是她还是要把孩子放出去 当她一放出去的时候 神灵就做工了 所以我们看到说 圣经一直提醒说 摩西的母亲把她藏了三个月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上帝做工有她的时间 而上帝要我们配合她的时间 所以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 必须是一个懂得引导孩子的生命 来配合上帝的心意 你的孩子 只有神知道她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而你的孩子 你的儿女 不是在你的手中 你要她成为怎么样的人 当然每一位父母都很希望自己的孩子 成为什么呢 成为医师 成为 律师 成为工程师 全部都失 唯独牧师 不想成为 那 上帝有他的工作 只要 上帝 要他做什么 他就顺服神 所以每个孩子呢 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 我们身为父母的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就是 必须去向神祷告 了解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 跟心意 主啊我们的孩子 快要 出来了 快要 结束他的中学 你要他往什么方向进 其实你可以更早就开始祷告 你可以更早为他的 伴侣祷告 主啊给他敬畏神的伴侣 带给他 主啊你引导他 所以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们要开始训练他们 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的生命可以朝向上帝 要他们朝向的方向 引导孩子配合神的心意 在什么时间 就做什么事情 今天早晨 我有一个 英文的 短文 我需要Lily姐妹上来 帮助我把它练出来之后 我要来 读这个 翻译成华文 他会跳的 他会跳的 当我们读这个英文 一段段的时候 我们盼望每一位母亲 你听清楚 求实的灵来感动 这里说一位女人 她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在她生命的时候 她很害怕说 她有很多的潜能 因为她成为一位 很专心的母亲跟妻子的时候 她很害怕她的潜能 失去了 她在想说 她如此花那么多的时间 那么多的精力 投资在她的孩子身上 投资在她的身上 真的能够给她们带来 不一样的改变吗 很多时候她觉得很失望 很伤心 是因为她觉得说 她所做的 没有被发现 也没有人感恩她 她就在说 她就在说 她在猜想的时候 很值得吗 我这样做 她说呢 有没有什么东西更特别的 我可以使用我的时间 在我的人生当中呢 当她在猜想 这些疑问的时候呢 她就听到 个微小的声音 就是从天父来 微小的声音 向她的内心说话 你就是这位的妻子 这位的母亲 是因为我呼召你 呼召你做超过 是别人眼镜所看不到 是在背后的 但是上帝说 但是我看见了 你所做的 虽然 不是 没有得到什么的酬劳 然后上帝告诉她 我就是你的回报 你的丈夫 今天不能够成为 这样合得的人 如果没有你的支持 没有你的影响 在她的身上呢 她也不能够成为 今天你认为她能够成为 这么有能力的人 她说呢 我祝福你的丈夫 祝福你的孩子们 是因为你 你付出 你借做上帝的爱的付出 服侍他们 你的孩子呢 在我的眼中 在我的眼中也是特别的 然后呢 她说 就是说呢 你认为她是如此的宝贵 所以我看他们 比你认为的更宝贵 I have entrusted them to your care to raise for me What you invest in them is an offering to me 我已经 我带着一个很信任的信 把他们交给你 让你来兴起他们 然后呢 你所投资的这一切 其实在我的眼光看来 是一种属灵的投资 You may never be in the public spotlight But your obedience sign as a bright light from before me 可能你觉得说 你不是在公众人里面的 一个明亮的 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但是呢 因为你内心的顺服 却照亮了 在我的面前 像一个明亮的光照亮 Remember You are my servant Do all to praise me 请记得 你就是我的仆人 我的使女 你要把 你要做的一切 是要讨 讨我的使业 Whatsoever ye do Do it heartly as to the Lord and not unto man knowing that of the Lord Ye shall receive the reward of the inheritance for ye serve the Lord Christ 在哥罗西书3-23 十四节说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 必得着祭业为赏赐 你们所奢奉的乃是主基督 谢谢 我们谢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每一位的母亲 今天你的付出 虽然在众人的面前 可能是别人觉得 别人也不能够了解的 但是 上帝说 but I know this 我却看在心里 好不好这时候 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 慢慢的上来 每一位弟兄姐妹 这时候 当我们在我们座位的时候 每一位母亲 每一位儿女们 就在这时候 让我们来思想今天的信心 今天有 在我们当中 有两组的人 第一位 第一组 这是做母亲的 今天早晨 我要用上帝的话 来鼓励你 请吧